一輛載有16名士兵的兩棲登陸車 在南加州近海演習時發生事故 導致一人死亡 兩人受傷 另有八人失蹤 該事件發生在週四下午5點45分 位於洛杉磯縣的聖克拉蒙托島 當時軍方正在進行常規演習 出事的兩棲登陸車上 共有15名海軍陸戰隊員和一名海軍士兵 當局未說明究竟是何原因導致事故 但指出一名海軍陸戰隊員送一不治身亡 另有兩人受傷 其中一人情況危急 另一人傷勢穩定 目前還有8名士兵下落不明 事發後 美國海軍和海岸警衛隊 聯合派出一艘巡洋艦和4架直升機 以及多艘海軍巡邏艇在事故海域進行大範圍搜索 但截稿前還沒有搜救進展的報導 當局表示 遇險的士兵 都是來自美國第15海軍陸戰遠征隊 該部隊駐紮在城縣與聖地亞哥之間的潘德頓軍營 是美西最大的海軍陸戰隊基地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dling人派出一段落 Goto